你好 今天 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罪犯之一 查理曼森 病死在狱中 这个罪犯为什么这么著名呢 其实是因为他杀害了 不是直接杀害 他是一个 边缘人 一个社会边缘人 有时候是邪教教主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艺术家 可惜 生活没给他这个机会 他的追随者 杀害了著名导演 罗曼波兰斯基的妻子 因为被害者 因为被害者这么著名 所以 他广为人知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 他之所以这么著名的第二个原因 我想后来就是因为 是 马蒂连曼森 所谓的恶魔艺术家 有人说他是 哥特世界里的黑暗魔王 马蒂连曼森 马蒂连曼森 他之所以给自己起这个艺名 大概就是为了向曼森致敬 马蒂连 马蒂连呢 那是 肯定是从马蒂连梦路来的灵感 曼森呢就是 马蒂连曼森 这个特地独行的艺术家 至于查理曼森 我对他了解不多 虽然我对于心理学很有兴趣 但是对于犯罪心理 对于犯罪心理尤其有兴趣 不过目前我还没有 专门的去研究这一块 所以查理曼森呢 还是留给犯罪心理学家们去说吧 我还是对马蒂连曼森更感兴趣 马蒂连曼森是一个 非常特立独行的天才 我认为 不知道 我知道他也 就是近几年的事情 一开始觉得 看他那个邪悲机 又觉得 有一种很邪恶 又恐怖 有一种邪恶和恐怖的美 就所谓个特式的艺术风格 很黑暗 有一种奇特的美 罗曼布兰斯基 我很喜欢他的作品 但是对他这个人 我挺讨厌这个人 因为他有软童倾向 好像为此还坐过牢 也因为他我也讨厌 纳塔利波特曼 因为他支持 罗曼布兰斯基 仅仅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 纳塔利波特曼 还演过一部电影 雷雍 法语是雷雍 中文翻译是 这个杀手不太冷 我不知道 我没看出这部电影有什么好 当然他也不坏 在对我来讲 没什么特殊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大受欢迎 唯一的解释就是 大概有不少人是有 鸾童倾向的 就是鸾童屁股 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鸾童这种最可耻的罪恶 这个罗曼布兰斯 他的作品 他的作品就是钢琴师 当然他也有个狗屎 狗屎的作品 比如说什么苦月亮 我很讨厌那部电影 钢琴师确实是 确实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 所以生活就是这样 美和丑 善和恶 总是如影随形 所以我虽然支持 绝对不喜欢钢琴师 就像我特别喜欢 罗莉达这部文学作品 但是我特别讨厌他的作者 也因此我连他的名字都没有记住 也许是一种有意识的 潜意识中的一种拒绝 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 一般我都是很容易记住这些作家的名字的 哎 洛莉塔是那么一部深情的文学作品 他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是无可置疑的 那么纯粹那么炙烈的感情 那样优美的文字 但是这个作品的主题又让人觉得很尴尬 我甚至有一度也统统为禁书的那些人们的想法 因为这部作品 就是一个乱童事件嘛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讨厌这个作者 但是不影响我对这部作品的热爱 我喜欢洛莉塔 作为一个文学作品 我喜欢钢琴石 作为一部优秀的电影 可是我讨厌波兰斯基和洛莉塔的作者 这个俄国作家 所以我生活就是这样 美和丑善和恶 总是如影随形 就像一张纸的正面和反面 所以说 前一阵子 在网上有一位青年导师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青年导师 说是教导青年的 并不是这样 是一位导师 他很年轻 在跟他的争论中我提到了 绝对道德这个词 我认为是我发明的 我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我本来初衷是在调侃 我想哲学上 比较规范的概念应该是 普遍道德原则 可是我提出这个绝对道德之后 这位青年导师呢 也就好像认可的这种说法 可是对于我来说 所谓的绝对道德就是一个 只有正面的纸 或者一个只有正面的硬币 您觉得世界上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吗 所以我说我不认为 还有什么绝对道德 我喜欢玛丽莲曼森 他自己说他是一个混沌的灵魂 那混沌就是 一切都还 混沌应该说是一元世界 就是没有所谓的善恶对错美丑 不是相对的世界 混沌是一种绝对的状态 而不是相对的状态 而不是我们习惯的二元世界 我们习惯的世界是善恶 美丑黑白分明的二元世界 所以玛丽莲曼森说他自己是 他在他的自传 离开地狱的漫漫长路 他里面这么说的描写自己 所以 因为人们习惯了这个 善恶美丑黑白这种二分法 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曼森 甚至讨厌曼森 反正给他 身上泼了很多污水吧 例如说把这个 校园枪击案 有一桩校园枪击案 他们就归咎于曼森 因为这个罪犯之一 就是这两个高中生吧 其中的他们都是曼森的崇拜者 但是我觉得把这两个 把曼森扯到这件事情上实在是太 太牵强而且没有道理 怎么能让一个公众人物 为他的个别粉丝的行为负责呢 如果这样的话 那可能是所有的公众众人物都有罪了 哪怕是宗教家们 大概也会有一两个不孝之徒 像这些离青叛道的艺术家们 总会 总是会受到责难的 比如说Lady Gaga也有人给她造谣 说她 是两性人 以至于她被迫的做了一个 在那个电影里面 在那个视频里面 不得不暴露 有一个正面暴露的 画面 用于辟谣 女权主义者 她就对我破口 她就学到了一些知识 所以我尊她为老师 曼森呢 她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我们可以说 曼森说过一句话 她说 这个世界喜欢寻找替罪羊 为各种社会问题寻找替罪羊 那好吧 我在这儿 嗯 人们 大多数人 都是希望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 表现自己的善良 不管是真善也好 为善也好 表现展示给世界的都是正面 但曼森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她 她 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是一个 邪恶的 可怕的 恐怖的 鬼魅的 像鬼魅一样的 她经常是以 这样鬼魅一样的 这种 邪恶恐怖的鬼魅形象 出现在世人面前 呃 大家看看她的味咎就知道了 能把 能把 能把这么丑 看起来这么邪恶 这么充满着邪恶 她的黑暗和丑陋的 呃 场面 又有一种奇特华丽的美 你不能不承认她是一个天才 非常有创意 我 老子说 上善若水 水善力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物 故己于道 嗯 我们可以说 曼森就是这句话的 马利连曼森就是这句话的 践行者 嗯 她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有一次我记得她在一个访谈节目里她说 幸亏美国人有我 否则呢 她们就是 她们的生活像一团糟 的确 没有几个人愿意做这个 所谓的asshole 嗯 人们讨厌所谓的一切的肮脏 丑陋 黑暗的事物 可是如果没有这些事物也可能 可是这些事物真的就那么丑陋 比如说下雪道 比如说 比如说 苍蝇 比如说肛门 就是asshole 肛门 人如果没有asshole 人是不能活的 一个城市没有下水道 这个城市肯定脏乱不堪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苍蝇 可能这个世界会堆满的尸体 人也没办法存活 真解是必须要去从去从的工作 心情工作 我想人们讨厌去从 无非是因为人死了之后 看到自己的尸体 看到自己这么真爱的一个身体 被这个 曲从 一点一点的蚕食 所以人就痛恨去 嗯 但是并不知道它实际上是这个地球的清洁工 所以 嗯 我可能 跟所有的人一样 我也 跟所有的凡人一样 我也有黑暗的一面 所以我有的时候 也会容易被黑暗的事物吸引 嗯 像玛丽莲曼森 那我不只是因为它的独特 所以我想 玛丽莲曼森的所谓混混的灵魂 大概也就是说的 就是道吧 所谓的道嘛 大道 就是老子 的道德经理的道 大道 我认为大道才是绝对道德 所谓上德不德 这句话也是出自道德经 我希望我们的这位青年导师 好好地琢磨琢磨这句话 上德不得 佛教里面也一直在讲 超越善恶 六祖谈经理 不是这个 讲的已经很明显了 当然了 习惯了二分法 一二分法 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人 大概 一时半会儿 还不能理解这个道理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来说 诚实算是一种普遍道德原子 可是 佛教里有这样的例子 我都在说法 这个时候有一只兔子 惊慌失措地跑过来 然后钻到这个如来的座位底下 接着那个 一个猎人 手里拿着弓箭追过来了 然后这个猎人就问佛 您看到那个兔子没有 佛说 不见 一直没看见 于是猎人走了 猎人走了之后 佛陀的弟子们就问 您不是教导我们要诚实吗 为什么您刚才说谎呢 佛说 如果我要是 我说兔子就在我的座位底下 那他就会把这只兔子 抓住杀害了 但是呢 佛经理有这种 佛本身就是在佛陀的某一个前世 他是一个商人 他跟着另外五百个商人去 坐这个利索大船去海外贸易 可是呢 那个时候佛还是菩萨呢 可是这个菩萨就发现 这五百个商人中有一个恶人 这个恶人呢 就是想杀害其他的人 好独吞这些货物 为了 于是这位菩萨呢 为了避免他杀害这五百个商人 就先把他杀了 说这个佛陀 这位菩萨杀了这个恶人 这种行为是道德还是不道德呢 绝对道德 就像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 只有正面没有反面的纸 只有正面没有反面的硬币一样 我认为不存在这种东西 我认为不存在这种绝对 所谓一种绝对性的教条 而且晚晚我认为 甚至这其实是一种危险的思想 就像希特勒他 他和还有毛泽东 这两个人都准备 都曾经按他们想法想 想 想改造人性 什么社会主义新人啊 什么亚利安人啊 希特勒希望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 都是金发碧眼的 白皮肤的亚利安人 可是 圣经里面不是提到有一个亚山龙吗 他是大卫王的儿子 是一个美男子 从头到脚没有一丝瑕疵 我想他一定应该是金发碧眼的 当然他是 大卫王是犹太人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犹太人 跟现在的犹太人的情形 应该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我是在哪里 应该是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现在的犹太人 不是真正的犹太人 他们是魔鬼的后代 所以 亚沙龙呢 虚荣心很强 他每次出行的时候 让五百个 五十个人在前面 在他的车帐前面奔跑 为了显得这个阵仗很大 就是 那是封路 我在 可见希特勒的想法就是 金发遍 亚利安人 都是金发遍的亚利安人 一个个都像亚沙龙那么俊美 那这个世界也未必 就会是个天堂 毛泽东本身也讲什么 毫不立即专门利人嘛 搞什么 准备这个 制造这种社会主义新人 但是他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呢 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 所以我认为所谓的绝对道德 说这话的人是对人性缺乏了解 对这个世界也缺乏正确的认识 这个甚至很荒唐 我非常想建议我们这个青年导师去看看 马迪安曼森 读一读他的自传 看一看他的video 非常有意思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独特的特立独行的离经叛道的一个艺术家 地狱真言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离经叛道是 离经叛道是通向智慧之功的必游之路 马迪安曼森正走在这条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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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展示就是到这儿 谢谢再见 再见